伊尹 伊尹 名叫植 是有心事空丧人 从前 有心事的女子 在空丧这个地方采丧时 发现了一个婴儿 她将这个婴儿 献给了她的君主 君主命令厨师来养育她 以便了解是什么情况 她的养父既擅长屠宰 又善于烹饪 是一个奴隶身份的厨师 她说 她的母亲居住在衣水边 怀孕时做了一个梦 神在梦中对她说 石就出水的时候 要向东快跑 不要回头看 第二天 她盯着石就观察 石就果然流出水来 她赶紧告诉了邻居们 说完 她便向东逃跑了十里 她回头望了一眼家乡 诚意已经是一片汪洋了 因为她没有听从神的话而回头看了 因此身体化为空丧 所以将这个孩子命名为伊尹 伊尹从小就有聪明和智慧 非常勤奋好学 长大之后 在有心事的田野 耕种 她喜欢学习尧顺之道 她既精通于烹调之术 又深明治国之道 既做有心事贵族的厨师 又做贵族子弟的师仆 因为她时常讲论三皇五帝和羽下猎王的德政 而闻名侠儿 商汤听说了她的事迹 想请她来帮助自己成就工业 便以玉 伯 马 匹为礼物 向有心事去言请她来帮助自己 有心事 虽然不同意 但是伊尹心里 却希望能够跟从商汤 她想要求见商汤 但是却没有什么途径 所以就作为陪嫁之奴 她背负着顶俗的厨具 用烹饪之道来比喻治国之理 向商汤进言 使商汤实行王道 商汤为此向有心事提出 要娶有心事的女子为妻子 有心事很高兴 便以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 送给了商汤 伊尹从此跟随商汤 来到了作为下朝诸侯国的商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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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仲夏天天云